最近舒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动态引发不少人关注 在文中舒畅写道 今天的天空仿佛在告诉他要有大事发生 不少网友都认为舒畅的这条小红书是在内涵被举报偷税漏税的宋祖儿 还有网友称宋祖儿被查之前宋祖儿妈妈曾甩锅给舒畅 毕竟他们俩的关系曾经可不一般 表姐舒畅和表妹娟娟 宋祖儿的妈妈跟舒畅的舅舅再婚 宋祖儿也因此认识了这个带她进圈的表姐舒畅 宋祖儿的原名叫孙碧娟 舒畅很喜欢这个表妹很亲密的叫她娟娟 在舒畅早期的博客里舒畅经常开心的炫妹 夸表妹可爱有主见 当年的舒畅刚因宝莲灯的小玉大火正式当红的大明星 宋祖儿显然也很喜欢这个大明星表姐 在她以前的博客里面都明明白白的写着表姐是著名演员舒畅 2009年舒畅因为当期无法出演宝莲灯前传 于是她向剧组推荐了自己的表妹宋祖儿出演年纪小又活泼的哪吒 在当时因为宝莲灯的大火 宝莲灯前传可以说是许多艺人都想争夺的大饼 而因宝莲灯中小玉而大爆的舒畅却把这样的好机会给递给了表妹宋祖儿 可见她对宋祖儿是真的伤心 就这样宋祖儿表姐舒畅的支持下出演了小哪吒 也因此被大众熟知 两人经常一起出入各种场合 宋祖儿一直说表姐舒畅是她学习的榜样 舒畅指点她的演技 舒畅也丝毫不吝啬对宋祖儿的夸赞 只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表妹 当时的宋祖儿只是一个小童星 因此这个时期包括她出国后回来的一段时间内 她的粉丝都是因为和舒畅的捆绑营销而生的 但渐渐的舒畅资源开始下滑 娱乐圈新人又层出不穷 舒畅慢慢的轮到了出演各种小配角的地步 这时候回国的宋祖儿签了经纪公司 开始发各种 多少人都在等她长大的通告 宋祖儿惊讶地发现经纪公司 能够给自己的比表姐能给的多太多了 再加上她的妈妈又和舒畅的舅舅离婚了 于是宋祖儿开始直接翻脸不认人 在一次采访中宋祖儿指出自己和舒畅 并非是表姐妹关系 不知道怎么就被传成了表情关系了 可是早期把表姐舒畅挂上博客 不是你自己吗 被撇清关系的舒畅 也取消了对宋祖儿的关注 还删除了相关微博 宋祖儿倒也不在意 那时候的她正乐呵呵的空降花哨三 与TFBOYS合作演电视剧 一对曾经的表姐妹就这样没了联系 营销闺蜜好友嘴下不留情 回到娱乐圈后 宋祖儿也交了不少好朋友 有一段时间她和欧阳娜娜走得很近 两人经常在微博互动 一起同换录视频等 但其实她们俩一起互动时才认识几个月 连她们自己都亲口说这是短暂的友谊 玻璃渣的友谊 在节目中小S问 你们俩在一起会不会比美的时候 欧阳娜娜说 两个人会互相讨论自己五官的缺陷 然后觉得对方的好 比如她觉得宋祖儿的鼻子长得很好看 她很喜欢 这句话还挺仗义的 夸了对方 贬了自己 倒是宋祖儿这边 宋祖儿提出了自己很喜欢欧阳娜娜的头 觉得欧阳娜娜的头长得像一个橄榄球一样 这真的是在夸人吗 听起来有点好笑 而且实际上每次他们同换时 都会被拉出来进行对比美貌 而且经常这些稿子大部分还是夸宋祖儿的 就显得欧阳娜娜这边很尴尬 和欧阳娜娜玩了没多久 宋祖儿又开始大张旗鼓的和林允秀友谊 当时吹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 很出名的一件事就是 有人拍到他们俩在机场相遇了 宋祖儿兴高采烈的飞奔去林允身边 不过看着这高兴的镜头 很难说不是摆拍影响闺蜜情的 毕竟宋祖儿在各种采访中吐槽林允吐槽的可顺溜了 比如有次采访吧 在被问到说和林允最塑料的一件事时 宋祖儿回答林允不是我的姐妹花 我没有她这样的姐妹 随后记者问她 不怕林允上我们节目回怼你吗 宋祖儿则回答林允上不了你们节目吧 这不就是内涵林允咖为小吗 就算是吐槽这种话也是狠毒了吧 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最尴尬的还在后边 主持人问宋祖儿最想和谁互换身体时 宋祖儿一边说林允身材不是刚了上热搜 一边露出了以下表情 要知道林允身材当时是被潮上热搜的 而宋祖儿作为林允的闺蜜 不仅对闺蜜被全网潮的事情露出这种表情 还笑嘻嘻的说 那就请她好好珍惜我的身体吧 暗示自己身材比闺蜜好 请闺蜜好好珍惜 连当时的网友都忍不住吐槽 这是换人设了 其实宋祖儿对圈内好友一直都不礼貌 他在和刘浩然合作期间一直吐槽 刘浩然头大 不知道他这个人怎么长的 他还说自己和一旁的陈若轩拍吻戏的时候 感觉像吻了个牛一样亏死了 一个深夜宋祖儿被拍到疑似 喝醉酒踢路人引发大量争议 网友纷纷指责宋祖儿没素质 然后有个人站出来说自己是被踢的人 自己也不是路人 而是工作人员 平时和宋祖儿关系很好 好家伙 除了嘴上不留情宋祖儿 对好朋友脚上也不留情啊 没素质 目中无人说话 没有分寸 这样的宋祖儿 他房也算是有征兆的 强倒众人推 近日宋祖儿被爆出投税漏税 还是被实名举报的 据说这个实名举报他的是他前公司的员工 而且看举报信息里面列了很多证据 大部分还是宋祖儿的代言活动 能了解这么多的是他曾经员工的可信度 还是很高的 这得有多大的筹多大院才会实名举报宋祖儿啊 要知道实名举报要以自己做担保 举报后不宋祖儿完蛋 要不就举报人自己承担法律后果 不过想想那个被脚踢的员工也可以理解了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因为宋祖儿还背了好几部剧媒发 涉及多方利益 许多网友还在猜测 会不会因为剧的缘故 有官方为他争取 结果不到一会儿 先是宋祖儿的前公司跑出来发表了声明 表明急着和宋祖儿切割 随后多方的电视媒体也删除了和他相关的微博 就连前几天他刚关宣的代言 也和他相关的微博设置了权限 被曾经的工作伙伴举报 被曾经的公司割席被合作的资方舍弃 宋祖儿这次可谓是重判清理 这也算是一种反式了吧 毕竟性情是命运的另一个名字 其实在宋祖儿最开始参加花儿与少年三十 就因为性格原因和其中一个嘉宾闹矛盾 嘉宾甚至当面质问他 为什么总是要让他闭嘴 当时同样作为花哨三嘉宾的杨又宁 还语重心长地和宋祖儿讲过道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时候 就是该道歉的时候 可惜宋祖儿没有听进去 直到今天强调众人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